大排長龍領取快篩試劑 因為居家隔離要快篩陰性才能出門 新至零加七十七號上路 打滿三劑快篩陰性確診同住家人 就不用隔離 大約一千四百六十六萬人符合資格 專家說這一步是走向共存的明確信號 改善零加七如何執行 確診的同住家人七天自主防疫 出門前兩天快三陰性可以出門上班採買 但禁止去人潮密集地或聚餐 但國高中生要在五月底打萬三劑 才適用新至 專家私下透露 中央和地方會議中 雖專家們傾向不開放 但各縣市首長人希望零加七 最後折衷讓民眾自由勾選 因此醫師認為要有配套 連續五天維持新增六萬例 外界好奇究竟是PCR量能觸頂 還是疫情真的趨穩 有專家推算四月二十八號 確診一萬多例 到五月十五號六萬多例 跟中重症成長比例相去不遠 代表黑數沒增加 疫情曲線已經壓穩 醫師這麼分析 希望不要有覺得說 他已經被壓平了 六十五歲以上 如果說可以直接快晒羊 取代PCR確診的話 那我們這數字 接下來會往上暴衝 確診數還會往上飆 指揮中心推估 約末六月中過後 疫情就會開始走下坡 進行文靈工信領運輯 指揮中心 谢谢观看